大家好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建筑 就是深圳华侨城集团总部的楼 这个楼不高 也是属于2000年之前修的楼 比较早期的 在建设初期的时候 这边周围都是荒地 然后它是先从底下的绿色植被 开始一点点建起来的 然后很多人对于深圳的认识 都是从华侨城集团 旗下的一些产业开始的 比如说世界之窗 欢乐谷 锦绣中华 东部华侨城 很多人都是从他这个产业开始 包括他因为是在深圳做的比较成功 在开始在长沙 包括北京开始去输出他的一些品牌 我们今天就从他这个总部大楼开始 它的背后就是汉能大厦 汉能大厦现在的话里面还有家上市公司 叫深南店 汉能大厦也是华为当时从深圳的车峰庙 然后搬到第二个他们华为呆的地方 就是汉能大厦 汉能大厦原来的标志是在上面 现在改到下头去了 这个标志都不是很清晰了 这是从汉堂大厦的楼上 也是华侨城集团 这个楼的上空 然后旋转一圈 我们看一下 对面是香港 因为雾霾很大 所以说看不太清了 对面是香港 这边这个区域呢 就是叫方浪海岸 也是那个建设的这个条件 也是比较新 比较现代的一块区域 里面的话 包括吃 住玩 然后一条龙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基本上你能看到的 大概两三公里以内的话 都是华侨城集团的产业 基本上都是 这是从华侨城集团的楼 然后开始往南边 往锦绣中华 然后包括方浪海岸的方向 看 这个下面这个酒店 就是叫华侨城州集酒店 也是一个周围环境 比较好的一个五星级酒店 然后这里 就是叫锦绣中华 也是环境非常好 这边右边这个区域 这里不是农民房 这是都是些小别墅 这里叫东方花园 是深圳比较早期的高端楼盘 这个区域的话 是不收费的 这里叫湿地公园 但是需要预约 里面的话也是正在开发中 正在开发中 这边的话 这个区域看不太全 这边这个区域 就是欢乐海岸 然后这边也是高档的别墅 右边这里也是有很多 右边这里就不属于华侨城了 也是很多深圳的商业公司 这么多一些新贵出现 这里有盖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这个高档的楼盘 都是为他们准备的 对面看不太清 这里我们环绕一圈 对这里面能看到 这边的话 这个包括有一些地 很明显是准备要盖的 这边都是这边靠着海 这边海边 是叫做深圳湾公园 深圳湾公园 就是靠着海边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画的一块一块的区域 都是去新建一些住宅 都是一些中高档的住宅 这里的价格的话 应该都是在9万起 89万起 雾霾挺高的 这里的话 这是华润的总部 中国华润集团的总部 这边就是科技园 就是越海街道 就在看到的这块 比较高楼比较多的地方 这块区域 看整个这一片感觉 感觉这么高 从北到南 整个这边的话 都是越海街道的 一些很牛的企业 中兴大疆 包括原来的华为 还有麦瑞 很多一些大企业都在这里 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 看一下 这里的话 有很多的这种 游乐设施 这里就是欢乐谷 很多来深圳的人的话 一般都会来欢乐谷里面 去看 但是更多是年轻人 比较刺激 里面各种的尖叫声 欢呼声 这里就是叫波多菲诺 波多菲诺 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深圳比较早期的 高端的别墅 现在也是非常贵 应该是在15万左右 也是比较贵的 这里面有一个喝早茶的不错 这个地方 其实栋黑色的楼 黑色的楼 也是最近也算是比较火的 叫天鹅堡 天边的话 有一个湖 天鹅堡 这个地方的话 是叫桥城一号 桥城一号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往深圳的龙华 往关外 龙华保安那边去的 这个路 就是叫圣南大道 圣南大道 这块被挖的一块一个区域 就是原来老的康家 康家现在被 就是被深圳的一个大的 地产企业把它收购了 现在也会建成高楼 这个地方是叫碧海云天 碧海云天 也是一个楼盘 这块这个区域 就是叫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也是修的比较现代的 比较现代的 对这块这个区域 就是欢乐海岸 这里看的会更清晰 这里有一个像一个 弹一样的 一个不规则的 一个比较光滑的建筑物 也是比较现代 这里都是修好的 修好的非常的现代 有酒吧街里面 还有有水渠 然后环境非常好 这边还有湖 有些表演 特别好 从这边的话 可以穿过滨海大道 可以到深圳湾公园 也是非常的漂亮 没有雾霾的时候 可以看看夕阳 包括可以看看深圳湾的大桥 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地方就是从华晓城集团的楼上 开始往北看 基本上你能看到的地方的话 都是华晓城集团的 然后这个地方叫生态广场 晚上很多大妈在这跳舞 也非常的漂亮 为什么我对这儿很熟 因为我来深圳 跟我大学同学 就住在这个附近 对这儿的印象非常的深 这个地方 就是华晓城的中学 旁边是小学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叫济南大学 我们这边济南大学的一个燕寒山 在那个校区后面是山 燕寒山 老二城集团这里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山就是叫燕寒山 燕寒山 然后欢乐谷 欢乐谷就在这里 欢乐谷 然后这里就是天鹅堡 天鹅堡 波托菲诺 波托菲诺 这里是叫乔城一号 然后这个山就是叫螳螂山 螳螂山 这是在深圳这边 很多人比较喜欢爬这个山 这个就是从汉藤大厦上空 开始往下降 基本上大家能看到的这些区域 基本都是淮汉集团的 这个地方就是在华晓城集团的正前方 这里看到的这个楼 是看着有些比较老一些 但是这个集团还是实力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 今天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华晓城 就是以华晓城集团的总部作为一个 终点 然后往它的各个方向去航拍 我们看一下 记录一下 在这个时点 像这个视频录制的时间 是在2019年的9月底 9月底的一个下午是在5点左右 我拍的这个一个夕阳 把它这个大楼照的还挺漂亮的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 淮汉集团 好吗 拜拜 拜拜